大家好我是夜市特工 我在WebTV Asia 網路紅人志 我的我們剛才要創頻道的時候 我跟我的partner都姓夜 然後就那個時候 而且特工感覺是那種特務類型 因為我們拍片都是電玩類 或者是槍戰類 就是比較動作片 所以我們就覺得特工好像是我們 就做特效的工人 所以網工朋友姓夜 然後夜市就是我們的風格 然後我們也是自己學 對 找到自己學 想要幹嘛 對 因為網路寫起來比較方便 所以如果你願意花時間的話 通常都做得到 大部分台灣還是拍以搞笑為主 他們就是演員找到 然後腳本寫好演員找到 然後拍 可能花個幾天 一兩天拍完 然後剪一下 就OK 可像我們是要花很多時間做特效 你如果想要把一個東西做好 就是可能一個效果 搞不好不到一秒的一個特效 你可能會弄幾個小時 可是弄完你會覺得 喔 看值得 那就不會覺得辛苦 不覺得 我下一個鏡頭也要花這麼多時間 那常常我們花很久時間做的東西 可能都沒有人家效果好 然後一邊接一些小的案子 接一些比較商業的 紀錄類型的案子 就是比較簡單的 可是就算賺外款 那時候我記得 我就是 因為我們公司有攝影機嘛 我就會偷偷拿公司的攝影機 然後去拍外面的 然後就是 那時候也是 我覺得自己也蠻好笑的 然後後來越拍越多 後來就慢慢的 我拍片的案子的 賺的錢已經比我 正值的工作還多很多 然後後來想說 乾脆去 就去拍片就好 我那時候好像一年左右 大概存了快30萬 然後我就第一年 然後我就跟我 加上那個案子的錢 然後就跟我媽說 然後買一台十幾萬的攝影機 然後我媽就說 不要 她叫我不要買 因為她說 她怕我就是沒辦法回本 對 因為她想說 你怎麼 你案子又不多 怎麼你會回本嗎 她叫我不要買 可是我不管我就是買 我們有一些影片的靈感 是來自國外的影片 像金斗雲那隻就是 如果我可以把一個車子 弄成像金斗雲 好像也會蠻特別 那個有點像是 因為有國外的影片的靈感 然後才想到這個 而且金斗雲 畢竟 大家都很喜歡孫悟空 所以 當然喜歡 從小就看了 對 所以你從小就有影片 開始看不到 所以那時候那影片也有 對 才有那個靈感 我覺得如果你自己不喜歡 你可能也不會想到 相信自己喜歡的東西 相信去做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走拍夜市特工的時候 會讓我覺得 很開心 就是 那成就感 我喜歡 我喜歡 然後 你會不會想到 你會不會想到 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會想到 你會想到 你會想到 我會想到 你會想到 你會想到 你會想到